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小国语 英国句3 关联词语2 主讲国语科教学拍摄团队 欢迎来 第三节 所以和因此 所以的作用有两个 一个是加之先说结果 另外一个是后说结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句吧 哥哥之所以非常努力读书 是想要得到好成绩 在这一句当中 之加所以先说结果 再说原因 哥哥想要得到好成绩 所以非常努力读书 在这一句当中 先说原因 后说 所以加结果 接着我们要说明的是因此的作用 因此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后说结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例句吧 哥哥想要得到好成绩 因此非常努力读书 在这个句子当中 先说原因句 后说因此加结果句 但是请看看这句 但是请看看这句 哥哥就因此非常努力读书 是想要得到好成绩 由于因此不能放在前句 所以这句是错的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 所以和因此的搭配使用问题 请看例句 因为天气很好 所以妈妈带我们出去玩 因为昨天太晚睡 因此早上起不来 这两句话 哪一句是对的 哪一句是错的呢 为什么这句是错的 请看说明 原来是所以能搭配因为 但是因此不能搭配因为 请看看别的例句吧 由于早上没吃早点 所以中午要早一点吃 由于昨天太晚睡 因此早上起不来 这两句话都是对的 为什么呢 原来是所以可以搭配鱿鱼 因此也可以搭配鱿鱼 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 所以和因此吧 所以可以搭配因为 可以搭配鱿鱼 在句中可以加之先说结果 或者是后说结果 因此不可以搭配因为 但是可以搭配鱿鱼 在句中必须后说结果 第四节 于是和因此 现在要为大家说明的是因此的用法 前句说明原因 后句因此得到结果 让我们来看看例句吧 大家都很努力 因此工作就很快的做完了 前句说明原因 后句得到结果 现在要为大家说明的是因此的位置 与作用 前句说明原因 后句因此得到结果 我考试前认真复习 因此终于通过考试 前句说明原因 后句因此得到结果 接下来要为大家说明的是 于是的位置 与作用 前句事件一 于是引发后句事件二 我们一起来看例句吧 这场雨下得又多又急 于是水沟的水 一下子就满出来了 前句事件一 于是引发后句事件二 弟弟和妹妹都想看电视 于是两个人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 前句事件一 于是引发后句事件二 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于是很快的决定要去日本旅行了 前句事件一 于是引发后句事件二 经过妈妈的鼓励 于是哥哥决定再考一次 前句事件一 于是引发后句事件二 最后我们来比较一下 于是和因此的不同吧 前句说明原因 因此后句得到结果 前句事件一 于是引发后句事件二 重点整理 使用英国句的关联词语时 必须注意 一 确定关联词语的位置 释放在前句后句或都可以放 二 关联词语的搭配限制 有些并不能一起使用 三 依照语义的需要选择正确的关联词语 欢迎订阅明镜的关联词 官方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